尊敬的 張青副省長 秦偉中市長 同培武大使 各位領導 各位朋友 晚上好 煩惱座位 深夜在機場等候 我 終於回家囉 經過一千多天的煎熬 我終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異國他鄉的漫長等待 充滿了爭打和煎熬 但當我走下旋梯 雙腳落地的那一刻 家山的溫度 讓我心潮澎湃 難以言表 祖國 我回來了 感謝偉大的祖國和人民 感謝黨的政府的關懷 和關心我的人 作為一名普通的中國公民 遭遇這樣的困境 滋留異國他鄉三年 我無時無刻不感受到 黨 祖國 還有人民的關愛與溫暖 習主席 關心我們每一位中國公民的安危 同樣也把我的事情掛在心上 讓我深受感動 我也感謝在這個過程中 我也感謝在這個過程中 所有相關部門對我的鼎立支持和幫助 他們堅定地維護了中國企業和中國公民的正當權益 回首三年 我更加明白 個人命運 企業命運 和國家的命運 是實質相連 祖國 是我們最堅強的後盾 只有祖國的繁榮昌盛 企業才能穩健發展 人民才能幸福安康 作為一名普通的中國人 我以祖國為澳 作為一名奮鬥的華為人 我以華為為澳 艱難 方顯勇益 磨力 使得欲成 所有的挫折與困難 感激與感動 堅守與擔當 都將化作我們前進的動力 和拼搏的勇氣 我們堅決擁護 以習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 忠於自己的國家 熱愛自己的事業 在政府的管理規則下 努力發展好企業 為國家 為社會 多做貢獻 國慶即將來臨 提前祝祖國母親 生日快樂 我想說 有五星紅旗的地方 就有信念的燈塔 如果信念有顏色 那一定是中國紅 再次 再次感謝大家 因為我還要做防疫隔離 所以在此 祝願大家 國慶快樂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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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